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时事一丁》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民主独立的执委王潤达 大家看看我手上的胶瓶 大家猜不猜到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呢 是这个瓶装水的问题 环保回收还是其他呢 现在最近大家讲胶瓶 其实很多人想起不是我刚才所讲的两个题目 是讲交通支援计划的交通津贴 最近张建筑局长已经讲了 新一轮交通津贴计划的详程 这个计划的详程和原本的计划是否一样呢 我个人看上去就觉得是完全不同了 有着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我先跟大家回谈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交通津贴呢 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 扶盘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政策 当中一项就说觉得 偏远地区的人士的贫穷状况是需要改善 所以提出了要一个交通费支援计划 支持一些偏远地区 比如好像屯门、元朗、北区 或者尼岛区等等的地区 需要他们外出工作 从而改善他们贫穷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容许四区去申请 亦都是每个月600元等等的情况 这个计划呢 其实后来很多劳工界人士 或者社会人士都可以提出 全香港不是只有这四区有贫穷人士 需要扩大到全香港18区 所以特首在上一年的施政报告 都已经提出了说会扩大到18区 不过在最近章记忠局长所说的一个计划 就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我等会跟大家谈谈 先谈究竟为什么会容许这个创大18区 有人就会分析 其实用来与这个最低工资是有关系的 因为很多商界其实很抗拒最低工资的定立 但很多劳工界亦都希望继续争取 在这个争拗的水平上面出现很多的争议 最后定在28元的时候 如何去令到安抚一些劳工界接受呢 因为很多劳工界都说 没有33元是不会接受的 但是这个交通津贴 正前弥补了这5元的痛苦 每个月的600元的交通津贴 就刚刚弥补了这个差价 所以有人分析 就说这600元的交通津贴 其实政府用来换取商界和劳工界 接受现在最低工资28元的方案 那这个是否真呢 或者是否事实呢 我留下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再回来讲 然后再讲了 有着根本性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因为呢 原本的计划 只是容许个人申请 现在新的一轮计划 就不是以个人为单位 是以家庭的收入为单位 原本你只要一个人 只要入息是低过6500元 就可以申请这个交通津贴 但是现在呢 就不行了 需要看你家庭的 就是入息的情况 资产的情况 的时候呢 就很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 这种转变虽然和政府很多的制度 譬如书保津贴 又或者中门制制度等等 是很相似 但是这个呢 正正是转变了 因为原本个人的时候呢 很多东西都不用限制太多 但是如果家庭为单位的话呢 会出现很多的争拗 譬如很多 好像我做儿子的入息 要告诉父亲 父亲的收入也要 让全街知道的话呢 其实会引起很多家庭的抖分 所以很多劳工界 或者社会人士都希望 交通津贴 不单是以家庭为单位 希望相善并行 以个人又行 以家庭为行 又行 这个呢 当然我们相当支持 所以在昨天立法会 亦都在发表了我们的意见 但是呢 我觉得最重要 今次的交通津贴的计划 就带出了我 低收入家庭补助的问题 因为呢 政府今次的家庭为单位 其实正正了解到 有很多的一个人 两个人的低收入家庭的状况 是他们可能申请不到中门 又或者是根本不想申请中门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样帮到他们呢 这个呢 正正我呢 希望在今次交章的计划 是希望社会再讨论多一些 低收入家庭寶座 又或者是负税制的情况 是不是需要在长远在香港 在这个贫富懸殊的社会里面 要想一想 要改变一下呢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争取这些权利 多谢大家